主委請 我們請主委備詢 另外一位好 主委好 我想我們從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來問好了 退府會的宗旨是什麼 退府會就是我們是服務照顧我們的退出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基於重工報勳 來服務志願服役一定連線 的這些退出於官兵 所以我想如果簡單的讓一般民眾了解的話 退府會就是要去輔導退役的這些軍人 不管是就學就業保障他們的生活 其中我想最重要的是基層的軍人的部分 那我想用這樣子的宗旨來解釋的話 人民的納稅前去設置的退府會的安置基金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過健全這個基金 然後有基金可以去妥善運用 當成去從事退府會這個事業機關的這個宗旨嘛 目的上是這樣對不對 是可以這麼說 那我覺得那我想請教 那用這個人民的納稅錢去成立的這個安置基金 過去轉投資的這個績效你覺得怎麼樣 到目前來講我們的營運績效上升穩定 我知道我有看你們的報告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了解 除了長期被政府刻意壟斷的天然氣市場獲利以外 你們其他很多投入正常商業市場的 他們的專業背景是什麼 我請我們事業處長給你回答 謝謝委員 我們會見這些高階經理人 他們其實在軍中將近有30年的領導實務的管理經驗 委員可以知道在歷次各縣市的政災當中 這個到第一線指揮基礎都是我們這些各級的主觀 所以說他們不管是對領導同意管理公司 或者是救災能力 他們都有非常長遠的經驗 主要就是高階降臨 而不是例如說我們一般公股的這樣去邀請 這個不管是這個政府裡面 或是民間的優秀的專業經理人才 而是以高階降臨為主對不對 這個也有 我們103年的12月時候 我們新興大眾百貨公司 我們就邀請業界一位楊先生 來擔任總經理 我想比例上面非常的 這個從報告上面看起來比例上差很多 應該跟委員這麼說 就是當我們如果能夠選到 自己有足夠的專業的人力來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指代說 如果說我們找不到 比如說新興大眾這種公司 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確沒有經營百貨的人才 我們就向外 原則上我不覺得找不到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現在看 我隨便看兩個公司的這個官方網站 我們看一下他們的網站是長這樣 這個下一個 再下一個 上一個 這個是官方網站 這不是我們做的報告 像這樣子的官方網站 像這樣子的官方網站 我說這個公司做的跟學生做的網站一樣差 我覺得都是侮辱學生 這個是官方網站 官方網站是一個公司他自己經營 向全國或全世界的人去報告他的業務 去介紹他這個公司的品牌 這個是我們官方網站長的樣子 我想問一下 剛剛你提到說 如果我們找得到人才的話 我們就會去找 事實上不用到民間去找 我們有很多退伍軍人 包括基層的退伍軍人 念了幾年的MBA 去學習管理 到管理學院去 或是在商場上面打拼 成為優秀的企業界的人才 例如說像退伍軍人 邱炳峰 他是得片國際獎項的 優良的這個企業家 像這樣子的優秀的退伍軍人 我們有去挖任何一個 民間優秀的退伍軍人的企業家 來去擔任我們這些轉投資 公司的經營主管嗎 有任何一個嗎 有沒有一個 因為我告訴你上網查 隨便都找得到 我們優秀的退伍軍人 他在商場上面打滾 他去MBA學習 他花幾年的時間自修 最後我們這麼重要的人民的投資 這麼重要的能源事業天然氣 有沒有任何一個 是我們挖到這麼厲害的 我們的退伍軍人 報告委員我跟您報告 我們其實從去年開始 我們改變了這個徵選的條件 我們不再以軍階為唯一考量 我們照樣就是委員林剛才所講的 管理專才才是我們真正的考量 所以說軍中很多啊 中下階層的那些基層官兵 他只要有管理的食材 我們在各公司裡面 經理級以上 我們都希望廣大 所以意思就是過去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一個 然後去年開始 但是現在也還沒有找到一個 你就以這位施惠銘董事長來說吧 他本身就是中南大學的這個EMBA 是 我有查過 所以對他來講 對公司長的一樣 我有查過 所以您會瞭解說 我們所派出來的人 我有查過 大概都是這些研究員 所以我才會覺得怎麼這麼厲害的 應該是按照很不錯的這一個 經營管理的訓練 最後做出來的一個公司的網站 網站當然不是他個人做的 但是一個公司的品牌 做的比 我真的不想侮辱學生啊 做的比學生自己做的 個人網站作業還要差 我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所以我真的要講就是 這個過程裡面 我還有看到你們回送的公文裡面寫說 我們都會要求新任的這些人員 至少要去做36小時的這個管理 相關課程的訓練 我們在民間沒有看過這種事啊 先把人送去當老闆 是人民投資的公司喔 先送去當老闆 我們在訓練他怎麼當老闆 報委員現在情況不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要求國防部推薦人員 你如果沒有受過相當管理的 這些學程學歷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不接受推薦 那過去幾十年來已經是這樣的 要怎麼辦 所以我們在大院的督導之下 我們都逐步來做改革措施 那目前為止都用漸漸步入軌道 我覺得逐步真的也是太慢了 你直接上網很容易查的資料 新聞等等 你發現一個中將退休金 一年有一百多萬 然後 他不用經過一個非常 像一般民間的訓練以後 轉到這些公司以後 做出這種網站的公司以後 他一年有變四百多萬 而且他還造領人民的18% 那像這樣的事情 監察院也提出了 說你們這樣有仇庸的問題 影響政府的形象 你說已經去年開始檢討 今年立法院的評估報告 立法院對這個安置基金的評估報告 都還說 現在都還是 沒有這社會觀感不好 都還是有專業的問題 都還是有仇用的問題 我想你們從去年開始 因為這個問題幾十年 結果到去年才開始覺得有問題 過去這麼多年來自己沒有發現 然後今年立法院的評估報告又覺得說改善 也非常的有 也非常的 進度也非常的慢 我想要問一下 立法院有另外一個檢討 立法院的這個評估中心有另外一個 預算中心有另外一個檢討 是說目前在這一個關股的這些公司裡面的相關的董監事 都是退府會的相關科長處長 目前還是這樣嗎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從會裡面派去的董監事 他最主要的目的要維護會裡面的權益 因為我們這個轉投資事業是公民股合營的 所以我們必須派出 我們可以信任 而且可以執行我們本會政策人 去擔任董監事 我完全了解 但是委員這個董監事 基本上我們都高標準來看待 我們都比照金管會 每年上市會公司的董監的禁修要點 我們都比照找專業的公司 像去年我們就找了正期公會來 幫我們這些人做完整的課程 八成以上 連立法院的預算中心都說 八成以上都沒有考慮專業性 這是立法院評估預算中心說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 我要講的是 這一整個這樣的制度 難道不是酬庸的制度嗎 原則上 應該是要去聘 我剛剛講的 有很多非常厲害的退伍軍人 我們一定要用軍人也沒有關係 我隨便講 網路上可以找到這麼多厲害的退伍軍人 我們一個都沒有用過 幾十年來一個都沒有用過 去年花了 去年開始覺得要改革 前年監察院就提出 兩年之間也沒有提出 也沒有推薦任何一個 然後這兩年的時間 也沒有去改變董監事會的結構 那這些董監事會由退伍會裡面 來安插的這些非專業的董監事 難道不是在控制包庇或是掩護這個仇用的行為嗎 委員我給你報告一個數據 大約102年的預算中心有個結論報告 他的103年針對100年的報告 我們所有的行政院各部會 六個部會 193家公司 所有投資報酬率 我們僅次於交通部啊 是達到百分之二十八點多 那交通部是因為有中華電信公司 他持股費比例非常高 扣掉這個啊 其實我們的獲利是最好的 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公股公司 絕對不是由主管機關 完全派任他們裡面的人進去 而是他們有 領選了很多民間優秀的這個管理專才 財務專才的人進去 而不是進去包庇 我現在最後讓我最後再講一點點時間 我只要 我其實開始質詢這兩個月以來 我開始 我常常在想以前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怎麼看到這麼多的立委 在咆哮 甚至於尖叫 我以前看電視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有必要這樣嗎 我這幾個禮拜我每天都憤怒 我每天都 我那個 我沒辦法不生氣 我看這樣子的狀況沒辦法不生氣 我對以前我覺得那些立委怎麼在咆哮的 我現在就覺得對他們很不好意思 像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如果不講出來 人民也不會知道 也不會知道已經幾十年了 到去年你說要改進 事實上這一年來有什麼改進 所以我今天的質詢 我也知道大家只剩下兩個月 我們也很難期待兩個月 可以做出真正的改善 所有的這幾個月交接期的質詢 我想都是讓新政府的新內閣 應該一上台就知道 必病所在 而且絕對不能是累積幾十年沒有任何的改善 被監察院2014年就已經說你們這樣不對了 兩年的改善都還是空口說白話 我希望在座有很多人 應該 520以後都還會留任 可能位置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秉持著加速改革的這個信念 大家一起努力 有一些事情已經留了很久的事情不代表它是對的 我們把事情做對的時候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感受到跟我們一樣 來自於人民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會有一個全新的感受 我們不要幾十年來的事情 當作說本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繼續 我跟大家一起共勉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